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回到節目時間 大家好 大家都留意到 今天九年的第一個交易日 雖然叫做高開到四十多點 但原來今早看到底 還未完成一個底部 現在衝跌多了 恒生指數差不多都跌到百分之一 還記得剛才所看的 日本方面都收了股市 那邊股票都要跌百分之一 似乎看到美市的跌勢 就叫做急回多少 最主要原因我相信 就是匯控方面 又再挑戰若膜3%的跌幅 現在跌2.7% 跌2.3% 跌2.3% 跌到81.25% 匯控業績 就是因為中午時有錯過 中午時有錯過 中午時有錯過 沒有回購 牌式方面也沒有大驚喜 所以股價也要回落 反之恒生銀行11號仔 不知道是否因為大家博業績 博完便離開 都是回落 是的 跌幅雖然沒有那麼大 所以業績是帥哥 即是有沒有業績都沒有用 跌多一點和跌少一點的分別 跌1.7% 跌3.4%做188.9% 不過幸好之前有一支超強勁的大羊竹 可以頂一頂到 他其實在午後第一口不是跌的 他在午後的時候第一口駕開出來 是一支羊竹 都上去 亦都是以今日最高位 跌過 最高位的時候是193.4% 反而再次陰回來 在日線圖上 這支陰竹其實就是肉酸 足身足有上過交易日的三倍那麼長 陰回來 好像今早跟大家說 要關注這支回事的時候 應該說50和100天線交匯的位置 188元是最好不好失 現在是188.9元 即是還有少少 這支真的要看實少少 沒錯 如果有少少的水位 沒錯 總括來說 要講一講大市方向 大市我們今早所說 是說不可以失上交易日的開始位 什麼8.5多的那些 對 9.5.8 3.0.9.5.8 現時其實都失去了差不多100點左右 如果失去了這個位置之後 那還可以怎樣看呢 因為A股仍未復市 沒錯 留意今天的小陰竹 又不是很大的陰竹 如果開市3.1.1.1.6.5 現在若莫1.1.6.5 再加1.1.2 左右 即是兩百多三百點的陰竹伸 高開就低走 村頭就破腳 應該 如果這樣走勢 當然就先看保裂口 其實過往恆生指數 向上又補裂口 向下又現在 看看是否補裂口 因為如果以15號和14號中間 那個小裂口 14號收市位 305.15 當它是305 即是向下又有380點左右 可能要試 內地方面 美股市就留意今晚 美股方面 可不可以再幫忙 頂一頂上來 老實說 我覺得 大家都聲勢有些急 在過去農曆新年前 他們就沒有農曆新年 但是似乎反彈的時候 有些急 和有些成交不配合 那會不會呢 美股方面其實都反彈 去到一些叫做 反彈的阻力位 或者一些黃金比率 稍後有機會 都要低一點 大家當然可以關注著 除了星期四 你說看到A股服市之前 其實都可以關注著今晚美股 如果現在去看 我們再報一下 現時這一刻 道指期貨 跌至103點 去到25,133點 會不會就是 道指期貨 一開出的時候 令到恒指這方面 跌幅加深了 是呀 要關注著 如果現在103 你當時低100點左右 今晚呢 道指要跌超過100點 我們明天又跌都未定 因為是夜未開市 嗯 現在暫時還跌200點 恒指 但是看到成交榜當中 有兩隻都是同一個板塊 都是有得升的 就是今日的焦點之一 就是澳門伯初股 看到下午 澳門那邊出了些數字 就說年30至年初四 旅客總人數有66萬左右 按年還有得升 是升了大約一成 9.2% 看到銀魚在下午回來 終於就叫做 差點口氣 疫情也繼續上升 升1.5% 67.75% 是呀 你升1.5% 都未夠我來這隻勁 美高梅中國 今早已經升2% 就說他受制著 20和50天線 現在進一步升幅擴大 去到4.4% 23.45% 23.45% 超越兩條線 同時成交方面 其實都有所增加 有機會再進一步挑戰 今個月月初 那個頂位 那個位置 大家要留意 就是24.45% 不過那些賭股 今天的成交其實 不是很爆 如果看美高梅 就等於上個交易半日市的Double 只不過成交方面 其實2.45億 又不算太差 27號銀魚有9億 也有得升 其餘就不是每隻有得升 包括永利 現在升1.6% 200仍在跌 跌5仙 22.95% 很明顯 200好像有少少跑輸 沒錯 暫時來看 都是要受壓的 連奧博都升贏 奧博880 現在升1% 另一個板塊要提到 就是車股和車的經銷商 今天都會有個交代 175吉利 現時就升到1.9% 做23.1毫半 亦都在成交榜當中 難得有4隻還可以升 他就是其中一隻 但美市3.5後 升幅收窄都挺重要的 最高位見過23.8 現在23.1毫半 只是升4.5% 1.9%左右 都算是慢慢慢慢爬 甚至1211其實都在爬 但也不算特別多 爬3毫子 即是72.4 要說一些 汽車經銷商 特別標稱的一隻 包括1268美東汽車 升到4% 做2.82% 是的 走勢上面 都是貼緊線 未曾升穿月初的高位 不過 在4%的情況 好看少少 廣會補信 1293升1.8% 但是這隻 之前沉底沉得較慣 881中升 升2.7% 19元 雖然走勢好像升到2-4% 但走勢上沒有明顯的突破跡象 也算是歷史 歷史 歷史 同時是歷史 其實今天的若股個別走勢都可以 不過有個人在Youtube等著我們回答他 1317可不可以講一下 順便講講豐葉教育 現在升3個先 9.72打顆升 其實就未曾站穿月初的位置 9.82附近的位置 成交今日普普通通 走勢方面其實都沒有什麼力 變成如果你是中長線拿的話 9.3、9.2 或者9元樓上不失的 你便先保留 你當今天就不需要太過要求他要突破 因為他尾段都還是越走越低 隨時可能轉頭都是平手收市 我當沒玩過 不如回答Carky的兩隻韓運股 第一隻就是368 368它就說是1.8買入 過年之前 於是 原來升一半成 入得很好 1.8 是不是作價 2月最低的位置 應該是1.8 這樣都被他入到 當日最低1.7.8 當然要貼住 看看月初那些 看看上個月月底 最高上過2.6 是啊 他就問有什麼阻力位 第一步就先看2.6 事實上 最近都 今天幾隻韓運都OK 這隻368 他們都上萬華2343 2343 都是升7 哇升7 2元的大關 之前9月份做過阻力的 看2.3毫半 會有重倉阻力的 這隻都 都是升得多的 那同時今天 如果要講到 航運相關呢 那還有隻 中遠海運國際 冷門些 517 那升7.3 百分點3.3毫八的 成交上面都是放量 走勢上面 早前3.3毫半有阻力 現在3.3毫八 進一步 將會挑戰10月份 陰燭頂位 有貨的朋友仔 可以繼續持有 沒有貨 看著3.3毫半起雲 是不是有機會 進一步突破 那廣告之前再回答 多一題就是 因為剛剛承接著 我們講開五仔 那Peter就問 五仔其實現階段 可不可以入貨呢 不需要了 這麼大的期望 即是駁他的業績 現在都叫做 即是衰了 那麼短線 就應該沒有得 即是再衝勁了 即是就算你是短炒 都起碼不會馬上升回給你 中長線拿 我又覺得 那市又不是這麼快 因為他呢 現在呢 恆生指數都跌幅深了 而走勢上面 他是有上影線的 大長陰燭 他不單止補回 14、15號那個底位 那個裂口 而且呢 二十天線 五十天線 和十天線 全部都失了 現在下了81.1 走勢上呢 這支陰燭的長度 過去半年沒有見過 沒理由今天去買貨 那換句話 說是否一起炒的二八八八 這一類一二九九 這些全部都不需要搏呢 拿蛋不知道 因為他衰到貼底的 不知道會不會太息 是的 他衰到貼底的情況之下 人家匯控就維持派息 沒有增長 所以要跌 他如果沒有得派便有得派 其實就很爆的 所以如果你是 譬如八十五元以下 駁上來的那些 那我覺得 我是你 我照著先 可能駁一駁一駁 駁到的 如果不喜歡的話 其實非必要搏 那要留意 早前我們經常說62 現在站到63.3 那你就可以用62來做止蝕 那就隨大家了 我就不會特別去搏 好 這一節講了那麼多 廣告回來 和大家看看收視的情況 收視是掉下跌260點的 看看稍後竟價之後 會不會叫下跌少些 因為現在這樣跌下跌60 也有點噁心 是啊 整個磅當中 剛才只有四隻升 現在就有五隻都可以升 當中包括兩隻都是手機設備股 信羽和水星 兩隻都在升2.6%左右 是不是 手機設備股 已經是最壞的時候 已經過去 兩隻都可以走上去 其實我也有留意 2382 今早跟大家說 企稟128 你儘管看前頂 2018 就更加早前的信心 就大的 現在關注就是 一月份的頂位 一月份的頂位 當時157.6% 現在差6毫子 跨月賣又是往前頂 這隻保股當然不需要說 其實我留意到 譬如1415 高位電子 雖然就不是和大家推介 因為是買都買剛才那兩隻 但是放假之前已經連升了三天 雖然那個升幅 放大鏡也看不到 但是今天又再升了2.4% 去到2.51% 它是一個很高的位置 滾下來 是啊 當然 還有1478優泰 都是升2.3% 又是 很高的位置 都是這樣滾下來的 這些完全不值得推介 不過 似乎你說得對 手機板塊有多少 最壞的時間過去 死遲兩日 現在叫做頂住一下 逆時 好 繼續回答大家的問題 有位朋友問到 358江西銅 怎麼看 江西銅今天都要今時跌跌 2% 12.44 今天都是弱的 穿頭破腳 好就好在成交很小 你當它是小姑 但是也絕對不是強小 現在維持在低位那幾條線上爬著 如果沒有貨 不用買有貨的話 其實都要捱一捱價 目前似乎就不太遷就 因為我們不斷看好那隻 紙金其實今天還是壞 今早中午的時候 曾經看過它反彈了多少 跌幅又收窄 現在跌幅又再擴大 結果跌4.8% 跌1.9% 去到3.7.3% 走勢上面 都仍是差的 是的 今天出了個新聞 就是說 銀行合組管理 坦桑尼亞金礦 其實這一個應該是 多了一個金礦的業務 不是應該會有利回它嗎 短期可能始終都是 金價方面 未曾有明顯的一些 叫做走勢向上 這個消息 叫做大家一起營運 真是未曾刺激到的股價 而且成交上面也是不顯著 已經上個交易是半日成交 現在連那半日成交都沒有 只得人家半日成交的約束 六七成左右成交 相當之沒有人關注 要等一等 看看我地中五講過三個半的位置 會不會再有機會等到 AA就問你可不可以買1918融創中國 今晚都升到1.31.6% 它似乎已經有兩個底 兩個底都正確 但是有很多個頂 是的 是27.8% 你是先當底 但是上方 你當39元左右 也是先當頂 最多就是Range Trade 但是你向上 二十五十天線的三十三個半附近 其實都當著升兩元潛在空間 那個位置也是之前兩個頂的頂線 是的 所以也有個裂口 所以你當著兩元先 三十元升兩元 就約半成多些 祝你好運 我就覺得內房本身 就算2007今日都要跌百分之二 那融創呢 今年暫時沒有表現 自己留意一下 有Eric問 星市四寶 他叫2318700 388 939現價 可不可以入呢 現價就 先說939 今天高開之後 近乎大常知 烏雲太頂了 你看大市都知道 388由朝跌到黑 真的沒有什麼點升過 2318更加 又是跌百分之二 那我相信五十天線都未必太大支持 而且它未能站到86.2 700呢 唯一這隻呢 今天呢 就 都沒有得升 都是要跌百分之二 439.6附近那些位置 看看會不會再得而復失 你知道這個關口都是11月中的高位 就是做兩天前的裂口 是啊 如果你問我四隻 我還是維持回 四隻都審慎 是啊 因為市始終是值得大家審慎 第一節的時候 講起若股 若股呢 今天除了2186 叫靚仔之外 有兩隻都叫 又不是偏滿一點的 因為東洋之前都升了很多 1558這樣計算 今天曾經升到一成過外 現在還升到7.9% 49.05元 這一隻呢 就真的十天線都沒有碰過 會不會現階段入還是有危險 還是怎樣呢 其實就真的要有這麼多膽量 我自問大膽都沒有膽量入 那麼 RSI已經去到93了 有時這些東西呢 其實一下子音下來 真的都會音得厲害 每一天都叫做十天線扶住一下 今天最低位碰十天線 如果那些位置博呢 我就叫做直博些 不過博不博都真的因人而異 如果現在這些位置博呢 我覺得太過博了 那麼所以呢 有貨當然如果說 三十一元三十二元 破位一路產上來 那當然是不會 但是現在這些位置呢 我覺得93呢 就等於之前你一直以為 就是恒指不會回的 結果一棍都即刻回成千幾兩千 當你去到RSI八十幾九十幾 其實是沒有得博的 只限有貨貼 沒有貨沒有可能這樣博 有隻RSI就沒有那麼強的 二百七七神威葉 都升到差不多一省十二個二號八 這隻RSI去到八十二左右 可以留意到今天的成交其實很顯著 沒錯 有時候又衰 RSI高又說它高 對 背遲你又說它背遲 背遲又說它不夠高 現在股價就一直直飆 如果對上一個叫做RSI的頂位 在當時十個半都未夠 現在十二個半都未夠 差不多 股價升了成幾兩成 但是RSI竟然沒有落到頂位 如果現在這樣的情況呢 我都有多少 alert 我只會說有貨的 沒有貨呢 我就不會跟 事實上今天成交OK的 但是所謂的叫做比例上面的多 但是其實它只有四千萬成交 變成了又不是那麼入流 變成了很多考慮 還有一隻就是五一二 軟大醫藥 這一隻都升到百分之九 五個三毫七 不過如果用成交來形容它 它都是不入流 二千九百萬成交 如果比例上 比起上個交易的半日時 都多了整五倍 破了頂的股價 但是RSI依然都是剛剛七十一 就背遲 所以如果是這樣 我都是老套些 我以186現在 話畢是MACD剛剛黃金交叉 價站穩了所有線 它又未破頂 所以RSI低又合理 加上之前一路和大家講的故事仔 我覺得基本和技術因素並重 我寧願這樣去做 Croey問639 它是一個九號八買的 現時還能保持嗎 如果現在去看639 首個資源 今天升兩千二個一號半 成交好少 暫時都是 都是立的 但是都叫做有得升 因為始終 今天的市 都不是什麼好事 暫時反彈 你就要保持著 走勢上面 兩日升升 在我心目中 走勢不強 如果後市 你看到的 就以前 兩個交易之前的大陽 足收2.09 那些位置 如果再一次 叫做得而復失 就想想 需不需要當反彈原跌 去吃股 若股方面 它就看好1177 問你現階段 又買不買得呢 1177 今天都跌兩千 13.98 很差勁 連續四天都是升升 完全找不到方向 即是那些若股 個個都升的時候 竟然還要偏遠 沒錯 二十天線 十天線 五十天線 夾著 要不跌穿五十天線 走人 要不升穿二十天線 才再想 現在這樣夾著 其實就 沒有什麼好說 嗯 還有一位 就問到3309 就看到眼仔 這隻就厲害了 是的 今天 至少眼科方面 升了三成半 我剛才跟你說的時候 是升了兩成 還是三成 現在還要升三成半 十二元零四線 成交是顯著的了 但是 對比於之前 一月的上市 沒有多久的那些 超大棍羊竹 再超大棍羊竹來講 今天這個棍又不算特別顯著 因為之前太悶了 悶了很久 終於再移動 那些人才去看 股價上面 不算很英俊 都還未曾去一支大陰竹底 如果以那支大陰竹來看 做分界 一二八八 十二個八毫八 就相信會是第一個阻力 同時衝穿會好看 所以 有貨的朋友 反正大陽竹 當然 出陰才走都未遲 不要固定 沒有貨的朋友 我始終都是略嫌 就是 就是 這樣急升法 早前都一直講過 PE很高 純粹叫做投機 悶了那麼久 大成交大陽竹 我相信是還會上 我給他的短線目標 是12.88 最後回答Michael的問題 因為他說重傷 我想問你指洩位 是 157 他就六個半買入 嘩 這麼快已經又回到這些位置 六個半 差不多指甘之癲 一直拿下來 現在這些位置 留意 沽壓就開始小了 既然這一輪 那些低位 在大概五個二號九 五個三 你當 就打了個小底部 後市再穿五個三 就堪止蝕 不穿的話 抱存僥倖的心態 看看又不能彈 沒錯 另外一隻 就是3333 他就29元買入 那又如何處理呢 29買入 都 糟糕了 都可以重傷 像剛才那隻融創 現在呢 都仍是在12月那些低位附近 我會告訴你 上方如果去到25個半 都會有大阻力 不要那麼快 想著可以上回29元那些阻力 更加不可能 25個半 看看會不會又再回頭 我覺得力水不夠 恆大和融創今年 很明顯兩隻都跑不出來 即是25個半 一回頭的話 就在那些位斬 是啊 寧願 如果你長渣 就 2007那些 那些 短炒 我覺得每一隻內房 都未必可以給到什麼回報 好 問題答著那麼多 看到恆生指數方面 更加時短 跳定 剛才跌260點 現在就跌241點 連結了30873 成交真的偏少 1000億鬆一點 1078 我們明天早9時3時 再跟大家見面 再見